时定大栏一文馆目前正在展出 吕玉环 叶丽 卢一卢书画创作展 三位老师在一文界都颇具盛名 作品也都各具特色 像是这次前深坑乡长吕玉环老师 所展出的系列画作 就可以看见他擅长的牡丹花卉 八幅绘画创作加上两旁的书法作品 相当令人惊艳 一连串在一起的八幅画 它是大陆展览完毕以后 才送回我们台湾来的 它也是第一次拿出来 我们这个时定淡然一文馆来展出 另外试成欧豪年大师的叶丽老师 岭南画风的水墨作品 不但技法纯熟 更透露了清新淡雅之感 他是欧豪年的学生 欧豪年是岭南派的目前的元老 所以他的画风就完全是岭南派的画风 所以说他的作品看起来 就是这么有一种淡雅的感觉 而卢一卢老师在这次的连展中 则是展出了多幅草书创作 草书表现行云流水 而在展览期间还发生了小插曲 原本所展出的大型草书作品 精气神因为受到喜爱被收藏 卢老师则又赶紧拿出了 这三件真善美的草书创作 因为我展出原来的叫做精气神三个大字 被人看到了 这个他要求收藏 那我答应他了以后 我就把新的作品在真善美 再拿来填补原来的位置 除了三位老师的个人创作外 展览中还有这一系列的 十二生肖书画创作格外吸睛 卢亦罗老师表示 一开始是先创作的十二首生肖吉祥诗 后来叶丽老师提议 由他绘画搭配诗作 因此两人便携手合作 这个十二生肖的吉祥诗 每一首都有他吉祥的字眼在里头 只要是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华人每个人都有一个 属于十二生肖其中的字一 那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 那个生肖 所属的生肖 多看几眼 这就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李玉环业力卢一卢书画创作展 展出的时间到十月底为止 而下一个档期也同样 由卢一卢老师策划 将会邀集多个书画协会 和艺文家一同展出 也请民众敬请期待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